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积极开发日本市场 但是今年台湾地区外销到日本的农产品量却大减 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 有分析认为 民进党当局刻意忽略大陆市场 而转求其他市场 根本就是舍尽求远 也呼吁台湾应该与大陆加强经贸往来 据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统计 今年1至11月 台湾地区外销到日本的农产品金额 约6.7亿美元 同比减少于1亿美元 大降15.2% 有岛内学者指出 除了受到汇率贬值影响需求外 也与台湾地区农产品在日本未享优惠关税 以致农产品竞争力不如其他地区有关 岛内业者则表示 民进党当局刻意忽略大陆市场 而转求其他市场 根本就是舍尽求远 而近期 岛内各界针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可能终止深感忧虑 纷纷喊话民进党当局善意沟通 重启对话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表示 大陆是台湾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两岸有机会还是要好好沟通 沟通是贸易往来最好的手段 台湾商业总商会理事长许舒博表示 大陆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 台当局应以多元备案聚弹性的方式 积极争取与大陆沟通 蓝莹也一再喊话民进党当局主动化解分歧 侯友宜表示 两岸经贸不能断 台立法机构 国民党团18号召开记者会指出 台湾对大陆出口占比高达35.4% ECFA影响甚大 民进党当局若无能力与大陆坐下来协商 恐影响众多产业生计 大陆出口协商与大陆出口协商与大陆出口协商与大陆出口协商业